一退潮就有大量的垃圾 遺留在岸上 看不见夕阳的好风光 只有恶臭汗脏乱 以为应该是 只是在岸上有这样的垃圾 没想到来到这里 真的是无法想象那些垃圾 比如说包括自己家园里面 都是感觉到好像是 自己可能没有那种卫生的意识 所以告诉他们就脏上加上 从2020年开始 慈激走进沿岸村庄八板村关怀 除了改善生活提升孩子的教育 现在更进一步 动员志工进行环境大扫除 他们这个环境好像很肮脏 他们有什么生病 什么疾病 这边又离我们的城市很远 因为可能去医院了很久 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有做这个宣导 让他们知道说 有些东西是可以回收的 有些东西不能回收 用游戏来带动 让孩子能够亲身体会 环境保护的重要 集合大家的力量改善环境 更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 让村庄更美丽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